总算让我逮着了 上回看布拉格尼的比赛也是打的不是特别好 今天4分钟拿了10分球 4中4 回应球 布拉多索 这就是天宇哥说的 你手感不好了怎么得分呢 上海队的反击 这种是上海队喜欢去打的 他的2米13是目前场上最高的 这球打得漂亮 打得二会 今天他这个手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三分球 哦放了雪布的三分 连中两个就是一个好的迹象 那二队呢是到目前为止轻轮换只剩一下刘泽西没来 哦有这个变得好有一个小的败福 对这一下失误了 不自己来了 这个反击打的呀 这就是经验和速度的结合 守一个三二 回来之后呢 再守一个二三三分球投中了 想的话犯超了 是 这真是空位投进没办法 快上篮下大王 轻松打进 分底讲打空位的机会 成功能不能投进进了 是这边肯定下对三分球还是没能投进 因为今天已经拿到十三分 抛投命中 军机独立没能打进篮板球 哇第四个前场篮板 回来到锁再投进了 给到上海队不断的这种二次和三次进攻的机会的 中距离的出手 而且都是三分线外有一步的技术 就不来了 对着这个中距离就是比较近况的 而且投进的是陶宛书之前三分线外五中零 再分篮下 好球 没机会没办法了 这种很明显这个体能 还是继续的守联防啊 外宣的三分 好球 这个联防还是 上来之后就活力十足 是 打一一被盖了 没有任何战术可演 这些三中零 好球 两边对着头的话 这个的确 肯定亚不占优势 肯定亚非常的难啊 你现在 这打到马建豪 这交给马建豪 让他来对布莱德索 这个选择并不是特别的明智啊 是 回来之后上海的又有机会了 雪布再来一超远 湖顶这球投出去之后自己还想抢 这个防范打仇 分叉又来到两位数 34分了 这也是来到这之后的前已经能做到他们能做到的一切 今天李洞同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我这个没办法 你这个 再来一个吗 这个雪布真的是 没有了 十分球 两边对着 投篮的话 现在这个雪布状态起来了 你就很难打 状态太好了 得亏是提前犯规了 这边也是已经犯满了 直接送布莱德索上罚球线了 这场比赛之后应该可以考虑多上一上 不太厉害了 做节奏 是 现在两分 半钟不到 雪布说我自己来 不用空 有我在 不用空 雪布说我今天难得抓到这样的机会啊 是 今天不得50分就对不起队友 阵容的调配也比较合理一些 雪布过来就拔 三分球再进 超远三分 今天真的是要刷新自己在SDP的这个 得分的新高 雪布看看这最后几个回合能不能把握住啊 现在只差一分了 抛头进51分